在雪美现在奖励是不是工作机会小心变成违法咯 这是在彰化县政府最近所举办的葡萄公主的选拔 限制的是30岁以下大专学历以上的未婚女性来参加 因为主要是胜出的奖品是一年期的工作机会 雪美的条件形同是就业歧视 遭到了立委质疑这是不是违法了 然后卫会表示说这个依法是可以处30到150万元的罚还 现在已经请地方的主管机关来进行了解了